首先,祝福大家新年快乐,万事如意,身体健康,事业有成,家庭幸福,学生聪明智慧,老人健康长寿,世界平安吉祥。 都说新年新气象,咱们也换个更幸福善良的意念,用感恩的心看自己,看世界,看家人,看朋友,看国家。 你们真是太有福了,想想几十年前,我们过年的时候,父母亲百般咬牙努力,我们才吃得上一次水饺,那个香啊。 因为一年只有这一次,我们新年穿的新衣裳,其实是清洗缝不过的旧衣服。 虽然也傻乎乎地快乐地迎新年,可手脚都动得长了冻疮。 有的人手背被动得立着很大的口子,有的孩子小手动得像村列的馒头。 可我们还一样地幸福着过春节。 在我的记忆中,我的春节只是盼望着未来,期盼着明年啊明年,未来啊未来,观想着美食啊美食。 其实我的美食就是一碗汤面,因为我小时候实在馋得不得了的时候,还是吃不上那碗面。 只有病倒后才能吃上。 那现在大多数的人们,经济情况和过去比好多了,基本上能做到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。 甚至现在很多北方的孩子都不爱吃水饺了,我觉得真不可思议。 也许像我母亲常说的,饱了吃蜜都不甜了。 现在很多人衣食无忧了,竟然总把自己弄得很有压力,很烦恼。 我更想不通,如果回到三四十年前的话,那他们该怎么活呀? 真是放得好日子,不好好过呀。 回到现在,我们的周围一定还有很多人因为经济的窘迫而为春节在发愁。 作为一个学习佛法的人,应当发扬佛陀的大慈大悲,既是旧人的伟大愿望。 我们要知足感恩,回报佛陀,既是旧人。 要常想,大家幸福,我们才幸福。 大家快乐,我们都快乐。 珍惜现在已有的幸福,关怀照顾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 这可能会成为新年最幸福的纪念。 希望同修们在新春佳节时都能照顾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。 我幸福也要让大家幸福。 我快乐也要让大家快乐。 做一个真正的善人。 我们的同修们都要倡导雪中送炭的精神。 在社会最需要我们的地方,希望都能看到佛门弟子的身影。 从现在做起,世界从此刻就多了无数的幸福和温暖。 祝愿世界和平,祝愿国泰民安,祝愿人人都能心想事成。 祝愿国泰民安,祝愿国泰民安,祝愿国泰民安。 祝愿国泰民安,祝愿国泰民安,祝愿国泰民安。